大選前預測川普勝選 目前爭議焦灼 日本記者石板明夫感到意外 曾經勇敢優秀的美國媒體記者 自由的社群網站 這次怎麼了 美國主流媒體傾向左派明顯 在大選中幾乎一面倒反川普 石板分析可能三原因 一是媒體與廣告企業的全球化利益 因為川普政策減損 二是面子問題跟川普的互動矛盾 三是中共滲透 雖然這些媒體表面上是和中國有抗爭的 有一些什麼為個言論自由等等的 但實際上下面 比如說很多的美國的主流媒體 接受中國的 實際上是中國企業的大幅的廣告 各方面的 其實下面他們的經營層面上 是和中國有很多很多合作的 石板憂心 美國民主燈塔 若燈光不再明亮 就影響世界的正義能否實現 國際的邪惡可能抬頭 因此每個人必須更清楚價值觀 才能不迷失方向 宋晨恩則擔心 中共借機發動資訊戰 干擾社會 主流媒體帶頭自行宣布拜登勝出或迴避選舉舞弊問題 部分電視台收視率大跌 相對的堅持等到訴訟結果確定 才宣布結果的少數媒體 在美國的收視率 App下載率則快速上升 新唐人記者張東旭 台灣台北報導 您覺得會怎麼發展